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先說說今天的潛力股 先說一種投機性較高的股份 這個就是中國旭陽集團 這個可能比較浪漫 可能一般人們也會較少接觸股份 為何會好呢?當然要先看看趨勢線 先看看技術走勢 看到了這條趨勢線 早上是二月幾 那時候已經出現了位 延伸來的 一、兩、三、三點下降位 最近升穿了 最近意思是今天 今天終於升穿了 現在以這個價位計算 收市現在還未正式收市 但以這個時間來計算 剛剛升穿了下降軌 而事實上今天盤中的時候 曾經明顯升穿了 而且一度逼近五十天線 一度逼近五十天線 一度升穿下降軌 明顯是升穿下降軌 現在僅僅升穿下降軌 受制於五十天線 成交稍稍增加 一來就是下降軌的情況 好像出現突破了 與此同時 從另一角度看 便可以這樣畫 這條是甚麼線 這條是這個一個底 這個一個底 雖然這個 不是最漂亮的 一個底、兩個底 就是兩個底 兩個底 就是小雙底 雖然這個不算是最漂亮的小雙底 因為這個低位是低於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一般 但是無論如何 它不是最漂亮的小雙底 但是好處就是 它也突破了一個雙底項線 雙底項線有三個二號七 這一下已經穿了 不過接下來 項線水平徘徊 今天再升上去 明顯的 也是有稍稍轉好的情況 雖然你說不上 就很強勁 但是都可以留意 你現在今天 看到這個情況之下 技術上 可能先行回徒 但是有機會再做好 因為 除了這個技術走勢之外 去看 它主要做甚麼 做一些焦煤的產品 招煤焦化的產品 還有一些精細的化工產品 它自己本身 市盈率是挺低的 歷史市盈率是4.9倍 市場市估計 都仍然有盈利增長 會有增長 令到PE進一步下跌 下跌到3.8倍 即是4.9倍到3.8倍 換言之 越來越低 4倍PE 如果再好一點 可能3.9倍 5倍和4倍之間 大概 股息率 歷史是6.5倍 估計 接下來可能是7.7倍 換言之 算是高息股 所以 可以這樣說 這個股份 不算是很大 雖然剛才說 比較投機性 因為比較小的股份 但微主是超高風險 高一點的股份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有興趣操作 可以等它回調先吸納 薄去再上 原因剛才說了 一方面 它突破箱底頸線的時候 衝上一下 衝得不太多 然後還下來 在頸線裏面 搖一搖 然後再衝一下 再衝一下 逼近了50天線 又看到高位 是瘦了 又想回吐回吐 所以它在短期內 可能會先行回吐 先考驗一下頸線 大概3.27 可以在水平 短線吸納 可以用什麼呢 用它的箱底的底部 大概3元左右 3元左右 3元做止蝕 薄去一轉 就衝上去 整圈衝上去 到時有機會 就比較 衝上比較高的水平 這個比較高 就是這個 就成3.9 換言之兩三成 這個其中的重要 就算沒那麼厲害 是3.7 如果去到3.3以下 吸納 3元做止蝕 薄上3.7 就普普通通 直薄 薄去再高一點 如果去到3.9 的話 也有足夠的直薄率 薄一薄 這個有直薄率 比較重要的阻力 就是這裡 大概3.9 左右 也有1比2的直薄率 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 今天就是中國動日集團 這個比較高風險 一點的 潛力股 介紹給大家 留意一下 我們會做的 我們會做的